欢迎收看阿宾拉穿越古今画人物这个单元 晚上我们要跟大家谈一谈有趣的故事 就是唐代的大才子王维 看画变曲的精彩单元 那么时间要先拉回四十多年前 有一天在梅宜季节的时候 我的母亲要我到宜兰东山乡的三清宫的后山 去采草药 那我就约了一个同村子 刚初一刚不久 反正他闲着嘛 我就要他一起去 说距离一道也不长 但是当时候交通工具也不是挺方便 那么两个人骑着一部破摩托车 大概四十几分钟 就到了三清宫的地域 那么到了三清宫的庙前 不远大概两百多公尺 有一座梁亭 因为雨室非常大 烟雾蒙蒙之际 那雨室夹带着冷风 春寒料鞘 其实身上不止暂时寒意 也是透着鼓 我们两个站在梁亭里边休息 要等雨室小一点的时候 在其后山才吵药 三清宫就在眼前 烟雾缭绕之中 庙其实也不是看得很清楚 忽影忽现 这时候我就想到 在当时我就想到杜牧 晚唐大诗人杜牧的一首诗 叫江南春 这个江南春是这样子写的 千里阴体立映红 水村山库九齐峰 南朝四百八十四 多少烟雨楼台中 此景此景跟杜牧 写的江南春 其实是非常吻合的 我在心里边吟诗的时候 我的朋友也在静静地看着 眼前的三清宫 突然间他转头 就叫了我的名字说 阿兵 我跟你说 这如果来当教 警察绝对抓不到 我听得到有点讶异 同一件事 我们两个人看出来不同的氛围 其实这也很正常 没有什么高以低 也没有什么对以错 我只是介绍杜牧出场的时候 是因为那是一个天才辈出的年代 令人非常的向往 杜牧人称小杜跟杜甫 都是西晋初年杜狱的后代 这杜狱很会打仗 那杜佑的爷爷呢 杜佑是中堂名相 杜牧怎么介绍他自己的家门呢 他说就地开珠门 长安城中央 住在长安城的中央 地中无一物 这家里没什么资钱的东西 万简书满堂 这么一个人物呢 他其实写了很多筷子人口的好诗 譬如说清明时节已纷纷 路上行人意断坟 这是他写的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瑶至杏花村 在《浅怀》里边这一首诗 大家都二手能详 也是杜牧写的 跟杜牧童一时期的李尚寅 他的景色更是传颂千古 常常被现代人用来写情书 那他暗恋他夫人的第十四个妹妹十四语 他又写了一首 我是天上传彩笔 一书花片季朝云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夜空 罗密尔唐诗的点缀 将为之黯然无光 李白说 飞流直下三千词 一是银河落九天 因为有了这些材质的灰意之傻 灿烂无比的夜空 闪烁不移 才能让我们后代子孙 有着享用不尽的文学遗产 历史是时间 自由是空间 诗的时间从无止息 人文的生命在这里得到延续 诗的空间也从来没有间隔 因为大块夹我以文章 唐考人把农历二月一日的综合节 以及三月三日的上世节 以及九月九日的重阳节 定为三年节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重阳节 除了全国放假十四天之外 到了这天 从皇帝到寻常百姓 人人都要配主意 身上都要带着主意 然后使一种蓬儿的高 饮菊花酒登高望眼的活动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长寿 对唐人来说 重阳要比中秋重要太多 因为它是个思念的季节 就在这一天 有一位十七岁的少年郎 远离家乡到了长安游学 他登上了长安城热油园 或起江之北的青龙岗 就在那写下了千古流传思念 亲人的诗句 读在异乡为异客 每逢家者也被试亲 瑶至兄弟登高处 骗差诸与少一人 九月九日 亦山东兄弟 就是在这个时候写下来 隔了两年 他就要去拜访长安 一位重要级的政治人物 也就是李隆基的弟弟李范 浩为齐王 那么唐代的科举考试 流行先投记自己的文章 就例如李白投文章 数到能给贺志章看 而贺志章看了文章 惊叹为择先之后 在转介绍推荐给杨国中跟高律师 由于贺志章没有收李白的银两 所以也没有送银两给高律师跟杨国中 所以杨国中就误会 贺志章私吞这样子的一个什么银两 这也就间接或直接造成李白仕途的不顺 唐代的人投地的时候的对象是非常重要 所以拜访齐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因为后来齐王就带着王维去拜会九公主 一真公主 九公主是李隆基同母的妹妹 文才非常高 是除了上官婉儿之外 唐代最有名的才女 当然对于王维也是非常的欣赏 最后当然就透过这样的引介跟介绍 一真公主大概有跟朝廷有关方面讲 那王维当年就状元吉地 本来捏定的状元是名向张九龄的弟弟张九高 就这么一个推荐张九高就落榜了 后来王维仕途有所不顺还写信给张九龄 张九龄也不惜当年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也把王维介绍到一个好的官位去 可见张九龄那个宰相杜礼能称传的风范 也是令人非常的钦佩与敬仰 那么在这样子的状态之下 齐王李范为什么要亲自带着王维基拜访玉真公主呢 这要从一件事情来说起 时间就是开元盛世的末期 安时之乱之前 地点就在齐王府初春的某一天 齐王宴前的很多宾客 因为他得到一幅精美的宫廷作业土 要大家一起来品酒赏画 就在大家酒杯行李之间 端详着这幅画的来宾 就发觉这画不同还想 其中以画圣吴道指赞叹地说 太传神了 他说你们瞧一瞧 这画里边人的衣带还在飘 好像这画里边吹着一阵一阵的风 宫廷第一大御师李归年 就以同他自己专业的角度讲 他们正在演奏哪首曲子呢 为什么表情如此陶醉呢 有人接着纷纷就揣摩起来 好像是秦王破正业 有人说不对 是南兆奉盛业 这时候另外一个大咖的来宾 李白就摇摇头 他说如果要看画来猜 他们是赢什么诗 那我可能还猜得到 但是如果要问说是揍什么曲子 那我就没有这个功力了 这时候李白化身一体 在前门的院子人群中有人这缓声畅言 泥塘语曲第三节第一拍 大家纷纷回头露着惊奇的眼神 原来是今天新来拜会期望的年轻人 王维王摩杰 他和李白是童年出生一样年轻 李归年听他这么一讲 眉头伸手脑门一拍 说有这个可能 可是奇望就不太相信 这么年轻就有这个造语 因为奇望本身也通音律 而且饱读诗书 在印象中史记中 只有周瑜有这样的功力 周瑜这个人 心情开朗 气度宽容 待人友善 而且也善音律 当年陈福宜他不是很对盘 但是在赤壁之战前后 以他共识之后 陈福就讲了一段话 说以周公井交 若饮存饶不节至罪 这个就是让人不节至罪的周公井 在听人家咒业的时候 如果曲目或者这个节奏有误 他会马上回头笑眯眯的和蔼的 把叶诗错误的地方提醒出来 纠正一下 所以历史就留下了这么一句 曲有物 周然故 那么这么样一个周瑜 已经不得了了 怎么可能眼下这个叫 王伟的小伙子 有这个功力 齐王当即命府中一队 咒泥塘与一曲 当咒到第三节第一拍 齐王大喊一声停 很像我们现在在玩的一阳三的木头人 各夜市立刻保持知识 表情 手指拨弄的地方不动 这个时候在场宾客 依照图卡细细对照 只见现场的每个人的神情 表情 手放的地方 以发中的人都分毫不差 顿时满座怀然 详气的一片掌声 一片叫好 再回头看看王伟 大家皆惊为天人 这个泥塘与一曲有多有名 我稍微带一下 白鸡翼的长恨歌也提到此曲 一扬皮股动地来 精通泥塘与一曲 这个曲子应该就今日来讲 不晓得拿了几遍的金曲奖的作奖了 从此 宫廷第一月是李归年对王伟就崇拜万分 李归年这个归是长寿 用归来当名字 在千古只有他一人 可是他们家其他两个兄弟 李鹏年 还有李鹤年 彭祖跟鹤都是长寿 李鹤年很会跳舞 李鹤年跟李归年都很会唱歌 而李归年还多了一个才艺 叫很会作曲 所以有一次王伟就帮李归年的心曲填了词 诗篇上提着江上正李归年 相思王伟 这个起目就这样出来 红豆深南谷 春来发起之 燕金多采集 此物最相思 安食之乱之后 李归年流落到江南 偶遇好朋友杜甫 都府也在这个书写下了 江南逢李归年这首诗 《奇王载黎寻常俊》 吹酒唐倩几度文吹酒 就是以前的宰相吹池 他的弟弟排行老九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机又逢金 这当年也都在教科书里边 我们都读得到也都读过了 之前李白的清平调的曲 也是李归年浦的师圣 师佛都为他做过诗 音乐人说他最大咖也最幸福 他应该是古代的周杰伦 年代也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年代 不只天才辈出 令人兴奋的是 他们的作品都传颂千古 李白袖口轻轻一吐 就是半个圣堂 所以李白是天才 好为则仙 杜甫说诗事物家言 从他爷爷杜省言开始 写诗便是杜家不让人 专媒以前的专利 所以人称地才 大诗人严诚为杜甫写 木字名的时候 就称他为师圣 以诗歌的成就来论 王维相较理度是泪训风骚 排行第三 但若论整体才华 整个唐朝无人出其左右 他既被后世尊为师佛 又被尊为南宗山水化之主 百年后 苏东坡开然他也为摩羯之诗 诗中有画 观摩羯之画画中有诗 苏东坡为王维千年的 身价定了调 诚然不是过欲 除了诗画双绝之外 他还精通阴历 还擅长书法 刻印 最重要 他特别喜欢助人为乐 在好朋友 炎二要到西安出差的时候 他在宋别时给他写了 宋炎二是西安这首诗 未曾遭遗亦清晨 可受清清柳色心 欠经更饮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千里大棚无不善的宴席 分分合合 诗的诗念把这种分离 非常细腻地表达出 人与人之间的情意 随着诗经的场合 至今 这些诗仍然在我们心中 时而掀起 唯唯淋漪 不能自主地流向未来 感谢你的收看 下一回 我们同一时间再会